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冬季 养兰花油和正确给它浇水 因为冬季给兰花浇水呢 跟其他季节不一样 因为冬季比较冷 所以呢 我们给兰花浇水 一定要选择在每天的十点钟以后 因为十点钟之后呢 温度慢慢的上升 对于给兰花浇水呢 才有利的 如果说我们早上 或者是晚上给它浇水的话呢 水温比较冻 所以呢 对它的根系生长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给它浇水的话 也需要注意 我们刚倒出来的自来水呢 可能有些地方是比较冰冷的 把自来水倒出来之后呢 把它放到以兰花同一个环境下 待上一两个小时 让它们的温度呢 一定会相等 那我们再给它浇水 这样的话对兰花的根系 才不会造成伤害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握好一些技巧 而且我们在冬季给它浇水呢 一定要把它浇透 如果不浇透的话 非常容易引起空耕的一些现象 我们一定要慢慢的浇 让这个兰花的盆土 每一个地方呢 都能吸保水 这样的话 才不会容易引起兰花空耕的现象 那么我们在冬季 浇水一定要把握好这些技巧 希望呢 这些技巧也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